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天地间阳气最重的时候 所以我压根儿没有封门窗 打出死胡子来 我估计他也不敢往外面跑 我取出摆壁刀 和书包里拿出一卷磨斗线 这磨斗线可是我精心准备的 在公鸡身上阳气最重的机关鞋里泡过 绝对是克制脏东西的好玩意儿 我招呼张博文帮我用磨斗线 把老太爷给绑在床上 做完这个我才终于松了口气 有着东西控制着 我就不怕那死胡子挣扎 经过这么来来回回一通忙活 我贴在老太爷胸口上订魂符 已经燃烧一半了 看现在的模样 恐怕最多最多能坚持七八分钟功夫 文哥 一会儿啊 我完了老太爷身上订魂符时候 你给我冲上去就打他 我扭头看张博文 有些不放心的说 记住 往死里打 打 张博文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你是说 让我打一个老头啊 没错 准确说 银儿打 附在老头身上的 那个脏东西 我常常呼出一口气 缓解了一下 略微有些紧张的情绪 这才说到 这个脏东西 跟着老太爷有段时间了 快把老太爷完全控制了 你打老太爷 他也有感觉 这个畜生就怕打 打得狠点就出来了 到时候 交给我就请了 张博文脸上有些犯难 毕竟打一个老人这种事情 不伸口点 还真是干不出来 反正我是干不出来 要不 也不可能让张博文上 他犹豫了挺久 这才狠狠一咬牙 说 成 那我可就真打了 我点点头 一把扯掉老太爷 胸口上订魂符 有这东西镇压着 那尚老太爷 身的东西就没法动弹 想离开老太爷都不行 所以必须把定魂符拔掉 才能把脏东西给打出来 我这一把不要紧 老太爷顿时 吱的一声尖叫了一下 那声音跟老鼠在叫一般 听到我心中抽了一下 那老太爷的脸 现在更加猙獰 嘴巴张得很大 看上去 就跟药咬人一般 脸上皱纹几张一团 那双线性瞳孔 看起来更加怨度 一脸的胸响 身体跟蛇一般鸟动 不过 他身上已经被我 绑满了黑磨斗线 想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越挣扎 那磨斗线上面的攻击血 对他伤害就越大 滋滋冒情烟 烫得鬼东西 吃吃叫个没完 我看张博文 还在一边愣着 顾驾 被这东西的模样 给吓了一大跳 顿时催促他 温哥 他们落这干嘛呢 上啊 张博文被我这么一催促 终于回过神来 怒吼了一嗓子冲上去 跟铁锤似的 一下子就砸在老太爷脸上 顿时那鬼东西惨叫了一声 张博文这人也心意 一动手就不再犹豫 拳头噼里啪啦的 往人家脸上落 跟下雨似的 砸得 负在老太爷身上东西是惨叫个没完 但是这拳头毕竟还是往老太爷身上打 没一会儿老太爷就皮开肉绽 满脸都是鲜血 我说能不能比往老头头上打呀 打坏咋整啊 我一看张博文这打人的打头啊 有些犯愁 于是忍不住就一边提醒 打疼的地方 哪疼哪打 哦 我知道了 张博文二话不说 砰的一拳就堆在老太爷裤裆上 顿时一道亲力惨叫声 从老太爷嘴里发了出来 老太爷眼中的都快突出来了 他线性瞳孔里是满是痛苦 我一瞅着架势 顿时满脑子黑线 张博文有些彪吧 哪能打哪人 他娘也不能打蛋呢 那玩意打碎了 这不更要命吗 别说挨打了 要看着都感觉裤裆发凉 不管男人女人 那地方都很脆弱 有你这么打的吗 结果张博文这家伙 似乎还没来够 抬手又对裤裆来两下子 一边打一边还嚷嚷着 让你他妈不出来 让你他妈不出来 这两拳头下去 那东西的鬼叫声已经变了 那双线性瞳孔里 终于闪现出一丝恐惧 一道尖锐阴森的女人声音 从老太爷嘴中传了出来 不要打我 我出来 我马上就出来 这话刚说完 刚才 一只挣扎了老太爷的身体 顿时不动了 眼睛和嘴巴无力地大张着 一团团白烟 从蹊跷里喷涌了出来 一下子 这屋子里气温就开始低了 阴冷阴冷的 动作我浑身直哆嗦 我知道这是阴气在家中 看来那东西马上要出来了 当下心中意紧 而话不说抽出百笔刀 对旁边的李家家吼道 快把喉咙拿出来 贴胸口上 李家家早被这一系列事情吓得呆在一边 小脸苍白 柳着一顿吼顿时嘟咒了一下 扭头问我 红龙是什么呀 我这才反应过来 红龙是我们对这玩意儿的称呼 那天我让他去女厕所保弄的时候 也没告诉他 那其实叫红龙 现在我忽然整出专业术语 人家不知道也正常 当下我连忙对他解释了一遍 什么是红龙 我知道了 李家家脸也红 连忙拿出书包 开始翻着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他从背包里扯出一个塑料袋 打开之后 里面有四五条的红龙 李家家一脸嫌弃的 撑开塑料袋 似乎不愿意用手抓那玩意儿 我一看顿时无语了 才准备这么一点啊 红龙见鬼燃烧极快 胸口贴这玩意儿 是为不被脏东西上来 就一下子给袭击 也起到一个争取时间作用 这就太少了呀 不过这时候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把抓起几条红龙 给我每人胸口拍上一条 轰的一下 我们贴在胸口的红龙 当时就燃烧了起来 不过 诡异的是 这回的红龙 竟然燃烧得很慢 这不对劲啊 我以前用过红龙 普通阴魂出现时候 这玩意儿 最多能烧个三四十秒 可眼下 这玩意儿 每个五六分钟 根本伤不完的 难不成 是处死他 他现在这炮火连天年代 这玩意儿已经很少了 我没想到 这李佳佳 竟搞到这种稀罕玩意儿 我不禁问他是从哪来的 李佳佳脸也红 支支吾吾地说 他嫌厕所的恶心 又恰好 他这两天来事 于是 他干脆拿自己的了 我顿时大喜 直接安排他以后啊 油呢 给我留下 我全要了 把李佳佳 弄得满脸通红啊 这时 花木兰的声音 忽然在我心中响起 别光顾你握住主意了 眼下这阴魂不强 正是你修炼杀气的 最好对象 老婆一开口 顿时犹如一盆凉水浇下 似乎 当自己老婆的面 为人家女孩 要卫生巾 而且用过的 这确实有点不太合适了 而且 还有点变态的味道 可是 没办法啊 哥们就从张青崖那里 学了这几招 第一次出任务 还不得一股脑袋 全部用上 不过 花木兰提起杀气 我再终于反应过来 竟然把这一茬 给忘记了 可是修炼杀气的口诀 我知道 怎么激发 却不知道 花木兰和我心意相通 一下就明白了我在想什么 顿时就说道 想想你受的耻辱 想想你的仇恨 然后默念口诀 其他交给我 这一次 你成功吸收这个阴魂 以后你体内有杀气了 你自己能随时控制 我一听 顿时开始脑海中回想 最让我痛恨的一切 心中默念杀气口诀 想着我父亲的死 想着面对多龙王子 我无力 想着花木兰 为我做出的牺牲 渐渐的 我发现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了 所有色彩渐渐淡去 入眼之处 完全是一片通红 就像是鲜血蒙住我双眼一般 我看到了李佳佳 周靖张伯文 他们身上全部披着血红色 但仍旧能看清面貌 除此之外 我发现在屋子的西南角 还有一个血色的人影 他的身后 拖着长长的尾巴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进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